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谢谢你继续守住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CityPlus 你再收听的是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丰 马航MX370科机失联事件 至今已经超过了四年 那么到底这架飞机为什么会失联 那么谁是幕后的黑手 整架飞去到底飞去了什么地方呢 有太多的疑问 有太多的问号了 但是都没有办法获得很满意的答案 这会是整个世纪的一大航空史上的 一个大谜团 马航MX370这件事情 国际调查小组的负责人 郭诗传就证实 安全调查小组 到了现在还不能决定 也没有办法公布 MX370科机消失的真正的原因 他今天在媒体的汇报会上 就公布报告的时候 就强调这不是最终的报告 只是一份安全调查的分析的报告 因为飞机的残骸还没有发现 那怎么样可以鉴定说 这是最后的报告呢 所以他就否认说 调查单位不愿意公开报告 而是这个调查小组 是以一年的时间来收集资料 两年进行分析 而勘查的这一家公司 收查在今年一月才结束 所以调查小组才会在现在才公布 他说只有在寻获了这些主要的基建之后 最终的报告才会出现 那么这是一项充满阴谋论的 航空业史上的一个悲剧 那么乘客家属失控的情况 失控的情绪 当时代交通部长Hishamuddin召开 定期召开国际记者会 以及前首相纳吉宣布M370终结在南印度 这种种的画面都历历在目 那么家属的情绪是最难处理的一块 因为在370发生的时候 那时我还在采访线上 那时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媒体 国际的媒体以及国内的媒体 都分涌在媒体中间 主要他们都是要采访 到底政府说了些什么东西 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 那么中国的家属来到马来西亚 他们有没有获得很好的安顿 同时他们有没有获得当局提供的资讯 那么郭世传就说 他们将会在8月3日前往中国 向这些家属交代 向家属做出解释 那郭世传也说 调查小组能够确认的就是 飞机曾经调转回飞 而且这一次的转向 并不是因为机械系统的异常 也不是在自动驾驶模式下进行的 它是在人工控制之下 他说民用和军用的雷达 在这一点的分析是一致的 一样的 不过调查小组是不能排除说 可能会有第三方非法干扰的 一个可能性 他说这份报告并不是 由马来西亚单独准备的 而是和其他的七个国家 共同协商而成的 那这个过程 坦白说是非常的繁琐 但是在经过了反复的调查之后 参与搜寻的国家也达成了共识 那么其实这整个MX370失联的事件 有两个重点 刚才顾世川大提出了一个重点 就是为什么这架飞机会在第三方 或者是人工操控的情况之下 调转他的飞行的这个方向 这是第一点 到目前为止呢 还得不出他的这个原因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机长是所有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对象 同时也是家属指责的这个对象 因为早前就有许多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机长是什么什么样什么样 机长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机长是不是出现人格 或者是当时他当下他的这个情况 心理状况不好 所以把整架飞去 架去不懂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经过调查显示 机长跟副机长当时并没有出现任何的 这种压力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焦虑 而且机长的健康状态 精神状态都很好 没有任何的这个精神压力 同时他们也没有面对财务上的压力 他们的森楼习惯一切都很好 简单来讲 everything is ok 那郭世传也有说呢 机长呢是拥有丰富的驾驶经验 而且也累积了一万八千个小时的飞行经验 驾驶呢 波音777飞行的时间呢 是达到了八千七百个小时 所以他说啊 MH370的这个调查报告呢 是历史上最困难的调查 因为在没有任何飞机的这个残骸之下呢 只能够靠收集到的这一个资料来进行分析 他们所收集到的其实是数据上的这个资料 所以相关的这些单位 就根据这些数据获得的资料进行研究 那么进行分析 那么到现在四年呢 这一个航空迷案呢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解决 那么如果没有办法找到飞机的这个残骸呢 那么这一个世纪大谜团呢 将会继续的迷下去 我们当然我们不希望说这个东西发生 今天呢 要非常感谢你关注主编点新闻 也要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主编点新闻让你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放松 主编点新闻